诗篇第132篇 耶和华,求你纪念大卫,纪念他的一切苦难 他怎样向耶和华启示,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 我必不进我的家,也必不上我的床榻 我必不容我的眼睛睡觉,也不容我的眼瞼打顿 直到我为耶和华找着一个地方,为雅各的大能者找到居所 我们听说约柜在依法他,我们在雅耳的田间找到他 我们要进入他的居所,在他的脚凳前下拜 耶和华,求你起来,求你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的居所 愿你的祭司都披上公义,愿你的圣民都欢呼 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,不要转脸不离你的受高者 耶和华实实在在向大卫起了事,他必不会收回 他说,我要从你的后裔中,立一位坐在你的王位上 如果你的子孙谨守我的约,和我教训他们的法度 他们的子孙也必永远坐在你的王位上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喜安,定义把他当作自己的居所 他说,这是我永远安息的居所 我要住在这里,因为我定义这样做 我要赐给喜安丰盛的粮食 我要使城中的穷人饱足 我要使祭司都披上救恩 使圣民都大大欢呼 我要在那里使大卫的脚长起来 我要为我的受高者安排明灯 我要使他的仇敌都披上羞辱 但他的冠冕必在他头上发光